上班途中都能偶遇老祖宗 中国西安古都名不虚传 就连盖个商场也能变考古现场 沃尔玛旗下的仓储式商店 山姆会员店去年底正式宣布落脚西安 地点选在另一座新商场 西安汇聚的正对面 万万没想到一开工 就得先把藏在底下的13个王朝 一一请出来 地上是西安 地下是长安 挖土机来来往往 工作人员跳进坑里 不断跑土 工程相当好大 这部分应该是已经弄好填埋上的 大概面积占了四分之一 在西安搞建设不容易 光是修建地铁八号线 其中一段路就挖出一千三百五十六座木 而二号线则是一口气修了十八年 从西汉王侯将相到明代朱氏藩王 从贵族地宫到平民墓葬 算下来差不多平均每个月 都能挖出一点八个古墓 短短二十多公里串联西汉到明代 咸阳机场更夸张 共发现四千六百一十七处古代文化遗迹 其中占国到明清的古墓就有三千五百多座 十三朝的王公贵族 数不穷的咸城名士 就像迭罗汉一样一层层埋在西安城的地下 遍地式宝藏洞土机考古 网友笑说地下的人比地上还要多 四月中官方透露 商场将于六月开工建设 但进度能否跟上 还得看考古团队给不给力 下期新闻六绝鱼报导